好,各位棋友大家好 那这盘棋是柯杰对战变向一 在8月29号进行的一场往棋赛 柯杰直白,变向一直黑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开局,白棋点33,走了一个定势 黑棋高拆 但是以后白棋在左侧,还是有打入的好点 始战白棋逼住,黑棋继续点脚 走了一个定势 然后黑棋抢到一个先手,在上方一尖地夹 白棋跳出,黑棋尖顶 白棋在右侧一点 这个定型,现在也是经常能见到 黑棋要是挡住的话,白棋二路斑 因为黑棋左边这颗子还没有安定 所以说黑棋要是拆边的话 白棋就在上方靠压 黑棋挖瞻,白棋不断 这样下,白棋右上方这一块就已经安定了 黑棋要是左边二路飞,白棋就跳出 这也是一种选择 实战 黑棋寻求转换,二路扳回 然后白棋冲,黑棋单退 白棋现在有两种选择 一种是从右边拐下去 黑棋拐回,白棋拆边 可以把方向转向右侧 黑棋打入的话,白棋就连回 看黑棋下一步如何应对 黑棋要是小尖出头 白棋连贴两手 这样的话,右边的潜力就撑出来了 黑棋要是靠压 白棋也可以选择 直接顶完之后二路扳回 白棋上方这块棋就得到了安定 但是付出的代价 就是右边的潜力会被黑棋压缩 我们来看实战 实战白棋挡下去 黑棋二路飞 然后白棋连回 黑棋小尖 这个定型 有点像白棋新位站脚 然后黑棋直接点33的变化 白棋靠压 黑棋一班 白棋再反班 黑棋要是选择连班的话 白棋先手一起 然后利用弃子 把上方的这个棋形走好 实战 黑棋单退 然后白棋拖先 回到左侧打入 黑棋在下方 扳完之后再一段定型 实战白棋在左侧二路打持 选择了十字架定式 然后黑棋并没有从二路打 一般来说这个形状 都是二路打持 然后白棋断打 黑棋一站 白棋再一飞 黑棋要是振子有力 就直接打持 振子不力 就往上一飞 实战黑棋单退 白棋还是飞出 虽然说黑棋外侧有一个断点 但是AI的思路 是黑棋把左边三颗子看清 比方说在左边一碰 白棋上班 黑棋一段 白棋打持 黑棋反打完之后 再从上方打持一站 形成一个转换 黑棋还可以 或者说黑棋就在左边先手一点 然后右边一贴 这手棋价值非常大 黑棋下方的模样就得到了扩张 实战黑棋还是选择补断 然后白棋往旁边一飞 因为不走的话 再被黑棋贴起来 白棋肯定不能接受 白棋一飞 然后黑棋上方二路飞 白棋拆边 这个时候黑棋还是应该选择在上方打持 看上去好像这手棋目数并不是很大 但是关系到局部的厚薄 白棋就算补一手 这个棋形还是有缺陷 外侧有一个断点 黑棋断打完之后再打持 白棋还要继续补活 所以说黑棋这手打持非常重要 实战黑棋在左边靠压完之后再一场降了一些胜率 被白棋顶完之后再一班 简单连回 这样的话白棋两块棋都已经安定 而且外侧还有一些潜力 所以说黑棋在这个局部选择出现了一些问题 实战黑棋右下方交换一手 然后选择拆边 当然黑棋在下方补一手 也可以 如果说被白棋飞压下来 本来黑棋就比较委屈 所以说补一手也行 实战黑棋拆边 然后白棋直接尖冲 这个时候AI的一选是白棋在上方点刺 因为黑棋还要后手补活 然后白棋飞压一手 黑棋二路一爬 白棋再尖冲 实战白棋直接尖冲 黑棋一贴 然后白棋往回一跳 这个时候黑棋要是球稳的话 还是应该选择 比方说在左边 有一些先手便宜 走完之后 再把右侧两克子连回 虽然说白棋往下飞压 黑棋二路一爬 比较委屈 但是要比实战好很多 我们来看实战 实战黑棋往旁边一碰 想最大程度 把下方这个空给撑起来 但是黑棋右边两颗子还没有安定 所以说形成作战的话 黑棋比较勉强 白棋也可以选择下班 黑棋切断 然后白棋直接弃掉这颗子 在右边封锁 这样的话 能把黑棋这两颗子吃住 这个目数还是非常可观 实战白棋上班 黑棋反班 白棋还是小尖 切断 黑棋断打 白棋长 这个时候如果说黑棋想要直接突围的话 比方说打吃完之后再一贴 白棋挤一个先手 再一断 这样下黑棋右边这一块 会被全部闷进去 显然也不行 实战黑棋小尖 然后白棋长 黑棋打完之后再一沾 虽然说黑棋右边暂时突围 但是下方这一块又出现问题了 白棋断打 黑棋长 白棋再一长 也是一个先手 黑棋要是现在打吃的话 就会形成一个转换 白棋二路点先手 黑棋挡住 然后白棋再贴下去 黑棋这朵花被全部吃掉 显然也非常亏 实战黑棋拐住 白棋还是二路先手一点 黑棋打吃 然后白棋再一拐 局部形成一个对杀 如果说黑棋单瞻的话 白棋瞻 黑棋收棋 关键是 黑棋外侧五颗子 棋也很紧 白棋往外一靠 黑棋打吃 白棋再一双 还是可以长棋 所以说这个地方 黑棋非常危险 实战黑棋单长 然后白棋上方先手一长 黑棋跳方 白棋在右侧挖瞻 如果说黑棋单瞻的话 白棋下方打吃 黑棋右边一拐 白棋扳头 黑棋再一段 白棋打吃 当黑棋在下方 断打完之后 在打吃的时候 白棋就可以直接脱先 在上方跳夹 这样的话 黑棋右边这一块 被全部封锁 显然也不行 所以说实战 黑棋是先挤了一手 白棋沾上 然后黑棋一拐 白棋扳头 黑棋拐出 黑棋要是现在 直接切断的话 白棋就打吃 黑棋再拐出 白棋一沾 我们来看一下 下方这个对杀 黑棋要是 先在外侧沾上 白棋打吃完之后 一路跳 黑棋冲完之后 再一扑 白棋一路立 黑棋 棋也不够 实战 黑棋直接往外拐 白棋还是沾上 刚才我们也说过 如果说黑棋单沾 这样收棋 黑棋肯定不行 白棋一路立 实战 黑棋是冲完之后 再一沾 白棋往外冲 如果说黑棋 在旁边沾住的话 白棋先手一冲 再一冲 黑棋沾上 白棋再一冲 这个时候 黑棋已经挡不住了 再挡的话 白棋打吃 黑棋一沾 白棋再一打 黑棋也不行 实战 黑棋在上方沾上 白棋一路扳 破眼 黑棋 往旁边一碰 因为这个时候 如果说黑棋一路扑 还是想要收棋的话 白棋靠出 因为黑棋 棋比较紧 所以说也没有办法挖断 只能往外拐 然后白棋可以选择 现在旁边一虎 黑棋上方封锁 白棋打吃先手 再一段 也可以吃通 或者说黑棋拐的时候 白棋往上一贴 黑棋一长 然后白棋再一虎 黑棋站上 白棋贴完之后 往旁边一跳 直接突围 黑棋还是不行 所以说 走到白棋一路扳的时候 黑棋这个局势 已经崩溃 好 那企友们 我们稍事休息 稍后给大家 带来后续的解说 好 各位棋友大家好 那我们继续回到 柯杰 对战变相一 在8月29号的往旗赛 现在的局势 黑棋已经崩盘 因为右下方 被白棋杀穿 我们来看实战 黑棋还有没有翻盘的手段 黑棋往左边一碰 白棋二路扳 黑棋下方挡住 这手棋是一个先手 如果说白棋不走的话 被黑棋一路扑 就形成一个有眼杀无眼 所以说白棋要沾上 黑棋右边先手一沾 白棋沾上不断 黑棋往中央一长 白棋下方先手一扑 然后从右侧贴回 这个地方 白棋的联络 肯定是没有问题 黑棋要是搬出 白棋反搬 黑棋断完之后再一断 白棋拐吃先手 在下方一段 还是可以连回 实战 黑棋左边二路一段 白棋打吃 黑棋反打之后再一沾 虽然说黑棋左边有些潜力 但是这个空并不是很好围 白棋可以选择往前一跳 黑棋要是搬住的话 白棋左下角已经活棋 所以说可以拖先 在上方靠压出头 而且白棋这一块也非常安全 往旁边可以寻求联络 在中央还可以继续作业 实战白棋往前一长 黑棋一跳 白棋往中央破空 因为白棋上方也有些潜力 所以说黑棋往前一跳 Z手棋还瞄着白棋右边这一块 棋形上的缺陷 白棋往左边一飞 一边破空 一边想要作业 黑棋往上方一夹 白棋一虎 黑棋先手一尝 然后打吃 白棋要是想简单安定的话 可以在下方一虎 实战白棋非常凶狠 在二路一班 黑棋反扳 然后白棋先手一挤 黑棋二路补断 白棋再扳下去 局部形成一个截针 白棋在下方一贴 黑棋要是粘截的话 白棋在下方有一个打吃 截不归 所以说黑棋要虎住 白棋提截 黑棋现在能找到比较合适的截材 就像实战一样 往下方一团 然后双方形成了一个转换 白棋提掉 然后黑棋一路班收棋 这个转换过后 还是白棋优势的一个局面 因为现在 首先黑棋右边这块不活 还是白棋的先手 所以说白棋完全可以在二路小间 吃掉这一块 至于中央的白子 完全不用担心 黑棋要是在上方拐住 想要切断联络 白棋往下方一扳 黑棋一断 白棋直接弃掉四颗子 想要坐眼还是比较容易 实战白棋往左侧一飞 黑棋一贴 然后白棋连回 黑棋在右侧做活 白棋挡住 这个时候 黑棋的局势非常不利 所以说AI认为 黑棋 还是应该拼一拼 比方说 现在中央 吃住这四颗子 白棋左边冲断 黑棋连回 但是右边 如果说被白棋打吃的话 还是会形成一个结针 这个结对于黑棋来说 负担非常重 对于白棋来说 反而相当于一个无忧结 所以说黑棋还是特别勉强 实战黑棋一露力 补活 然后白棋二露一夹 黑棋双一个 补断 白棋要是现在连回这四颗子的话 被黑棋一露力 白棋 左下方还要继续补活 黑棋冲 这样的话 白棋旁边两颗子被切断 这个目数还是非常损 虽然说白棋 右边穿向眼 黑棋大龙联络 也有问题 但是这样下 比较冒险 对于白棋来说 现在完全没有必要 我们来看实战 实战白棋一路度过 黑棋要是在中央补一手 吃住四颗子的话 左边这块空还漏着风 被白棋打入 黑棋也是非常头疼 所以说黑棋选择二露一跳 白棋下方一扳 黑棋要是切断的话 白棋打吃先手 再一尝 黑棋还要连回 然后白棋左侧冲断 这个转换 黑棋肯定也不便宜 实战黑棋往回一场 然后白棋补断 黑棋小尖连回 白棋左边一贴 这个时候黑棋还不能脱先 如果说被白棋再走一步 白棋往左边一点 黑棋一瞻 白棋上方先手一虎 黑棋要努力 然后白棋直接挖断 局部还是有些手段 黑棋也是比较难担 实战黑棋扳出 白棋要是反扳的话 黑棋长 白棋这个包围圈 还是有些薄 补一手的话 就落一个后手 所以说实战 白棋选择小尖 黑棋长 白棋一段 这个地方白棋 想通过弃子 把外面全部包扎住 白棋跳夹 然后黑棋小尖 白棋再一冲 黑棋挡住 白棋再一挖 这个时候如果说 黑棋打吃的话 白棋反打 然后上方一虎 黑棋挡不住 挡的话 打吃 就形成一个接不归 黑棋要是拐一手 白棋再冲一手 黑棋还是挡不住 打吃 还是一个接不归 所以说黑棋只能选择 沾上 白棋一路立 这样的话 黑棋脚上这颗子被切断 木树也是非常损 所以说黑棋实战 选择沾上 白棋在一起 黑棋一沾 白棋一沾 这个时候黑棋还不能往前长 不然的话 白棋左边一挖 又出棋了 黑棋打吃 白棋一沾 黑棋再一沾 白棋不是从二路断打 而是贴住 黑棋一沾 白棋一路立 这样的话 黑棋也不行 实战 黑棋打吃 然后白棋外侧 先手一扳 这样的话 白棋相当于先手 把这个缺口补牢 然后再往右边长 如果说黑棋局势不错的话 肯定要在上方补一手 但是这样简单收空 黑棋的空肯定不够 所以说黑棋下的也非常拼 在左上方二路小间 继续捞空 白棋先手一挤 黑棋沾上 白棋二路点刺 黑棋一沾 白棋在一起 这个时候 如果说黑棋提掉的话 反而眼位不是很好 被白棋打吃 黑棋一沾 白棋直接破眼 黑棋挡住 白棋一路斑 黑棋再想做眼 就比较麻烦了 白棋刚好点刺 实战 黑棋一沾 然后白棋往前一长 继续破眼 同样的 如果说黑棋现在局势不错 可以选择补活 但是这样下的话 全盘的实地就不够了 所以说黑棋 选择在右侧二路小间 白棋一路立 黑棋打吃 然后白棋再往一路搬 这个时候 黑棋也不能挡住 挡住的话 白棋打吃 黑棋一沾 白棋冲一个先手 然后直接破眼 黑棋一提 白棋一吼 黑棋再一冲 白棋再一挤 黑棋还是不行 所以说黑棋只有沾上 白棋在上方一挤先手 点刺先手 然后左边打吃 黑棋一提 白棋直接在一路破眼 黑棋往右侧二路一虎 白棋挤 这个时候如果说黑棋一路立的话 也不行 白棋一搬 黑棋一段 白棋扑一个 黑棋提 关键是白棋提一个 还是先手 黑棋沾上 白棋打吃先手 这样的话 黑棋大龙还是要阵亡 实战 黑棋往中央 小间 白棋一并 走到这儿 黑棋就认输了 因为如果继续走下去的话 大龙还是不活 比方说黑棋往上小尖 白棋一粘 黑棋一长 白棋再一粘 这手粘还是一个先手 显然黑棋还是不行 这盘棋也是相当的精彩 转折点就在于右下方的战斗 黑棋如果说 现在下方补一手的话 这个局势还很漫长 或者说 先把右侧这两颗子连回 黑棋也要比实战好很多 但是实战 黑棋又想撑住下方的时空 旁边两颗子也没有及时连回 最终陷入苦战 被白棋杀穿 这个时候 黑棋的局势 就比较崩溃了 然后 后来 虽然说黑棋 走出来一个截针 但是这个 截针转换过后 还是白棋优势的一个局面 如果说黑棋要是 直接吃掉中央四颗白棋 右边形成一个截针的话 黑棋也不行 所以说 到后半盘 黑棋也没有太多的翻盘机会 好 那这盘棋就给棋友们 带了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得过瘾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